去日本共同社9月4日报道着,日本官网长官接应以为,在4月的记者会上,就俄罗斯海军28艘舰艇从俄罗斯克海军北海到北部的宗古海峡,驶向日本海一侧表示,日方将关注俄军动向。 他还称,正其实在日北周边,开下警戒监视活动,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9月4日发布的额件,穿越日本海峡通告截图,出片。 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的通告显示,9月1日啊,21点30分,到9月2日下午16点左右,日本海上自卫队下辖的战舰和P3C反潜持逻辑,发现已只有28艘个型军舰组成的额海军航大舰队从中古海峡,东北210公里处海域向西航行,随后进入日本海。 这些冷战结束以来,额海军穿越日本海战舰数量最多的一次,日本海次战舰拍摄的额太平洋舰队旗舰瓦梁格号照片,图片。 次次穿越的额军舰队中,至少包括一艘光荣级导弹巡洋舰额太平洋舰队旗舰瓦梁格号,三艘无尾埃及版前驱逐舰,包括巡号564的特里布茨海军上奖号及型号572的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奖,号,一艘舰来及导弹驱逐舰,型号712, 无尽号,四艘格里沙V及护卫舰,一艘1820流行电子情报,侦察船等28艘旗舰艇,编译黄金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